最近台湾记者访问东都决斯坦 吐鲁藩地区山山线的观察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吐鲁克相近85%的家庭没有人居住 几乎每个家庭都被锁定 这再一次证明中国在集中营居留了数百万穆斯林 据报道中国当局已将当地人口分为乡镇居民 城镇居民等 并在相互沟通时必须获得批准 联合国要求调查中国非法关押穆斯林的集中营 联合国宗教自由调查委员会通过提交申请 要求中国开放入新疆调查宗教自由情况 随着近来国际社会对东突厥斯坦局势的关注日益增加 中国企图通过外交渠道来欺骗国际社会 声称这些集中营是教育极端分子的再教育营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表示 中国的主权要求对我们并不产生多大的影响 马哈蒂尔强调了这一航运繁忙 海域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他说中国的主权要求对我们并不产生多大的影响 俄罗斯多马国际委员会副主席斯蒂克尔文 回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有关土耳其希望购买S-400和S-500反导弹系统的话语 他说土耳其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是互赢互利的关系 斯蒂克尔文表示 俄方坚持执行现有协议的同时 还希望发展两国在军事科技领域的合作 包括欧盟28国在内的36国 星期四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 首次公开对沙特持续拘禁人权分子表达严重关注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其中36个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 首次斥责沙特阿拉伯拘禁女权分子 要求沙特立即释放他们 沙特反驳声明是在干预内战 这是自2006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以来 沙特阿拉伯首次受到这么多国家的联合批评 联合声明同时严厉谴责 华尔街日报记者卡书及遇害案 诸请沙特配合联合国的调查